小王介绍这件白色的羽绒服是去年买的 当时花了999块钱 不过购物小票没有保存 5号那天他把这件羽绒服拿到了浙江理工大学生活区的威特斯洗衣店 衣服上面就是白的嘛 容易发黄 就是去黄字就好了嘛 就这么一个要求 没有其他要求 洗衣费是45块钱 几天后 小王去取衣服 发现这件白色的羽绒服变颜色了 现在看过去就是一个粉红色的 然后也是这个地方偏白一点 这地方偏粉 你就不均匀 特别丑 白的话原来是怎么样的白呢 白的话原来就是这样子的白嘛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跟这个地方差不多白 可以看到小王的这件羽绒服 外观颜色是淡淡的粉色 里衬还是白色 小王说 原来整件衣服的颜色就是里面这样的白色 根据我的经验跟你说 这件衣服为什么不是洗的问题 第一点 你觉得朗色纯面的 这件衣服会朗不上去 里衬会朗不上去 当当朗正一个吗 李店长的意思是 衣服送来的时候 有可能本身就是粉色的 那么当时收衣服的单子上 颜色标注的是白色还是粉色呢 记者让小王提供单子 就是昨天我进来洗衣服的时候 他就看到衣服这样 他就马上把单子给撕了 后来我报警了 警察来了之后 他才一个个把它捏回去 单子上显示 羽绒服的颜色是白色 小王觉得店长撕掉单子 是想销毁原始证据 李店长解释 单子是不小心撕掉的 而且上面标注的颜色也是随意标的 记者注意到这件羽绒服的标签上写着 请单独洗涤 误长时间浸泡 那店家有没有做到呢 小王要求店家赔偿300块 李店长说可以把衣服漂白回白色 双方僵持着 记者陪同小王找到了市场监管部门 和浙江理工大学后勤处的工作人员 最后在大家的协调下 李店长赔偿小王300块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看百态人间事